所以他的水準 那籃球在他們菲律宇 但那前兩場比賽打起來還很不錯耶 第一場比賽日本中京大學 五月還比較淡季 六七月開始就進入到疑地訓練或是交流賽 先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8月29號今天得五分 合得五十分 不過還是林茵絲得的分數比他多一點 直接挑戰籃下傳得漂亮 沒有投進 也是可以做一個長距離的出手 這球比較漂亮可惜沒擺進 中方四比四平手 打了三分半鐘左右的比賽 隊長又來了 NY 有點跌跌撞撞 最後真的發生失誤了 前面三個打兩個 重心發動快攻 一直把對手卡在籃下 哇這球怎麼拋進 2比7領先五分 阿巴迪安納沒隊友啦 自己偷就對了 還是準 所以看到這種 菲律賓這種毒辣型的後衛 剩下四秒鐘要出手 一個後車步的三分球 哇 NOTIN BUN耶 這就是 這球其實是一個新聯隊 合體加起來就很厲害 第二顆來了嗎 有 有 KOTI來發邊線球 KOTI決定自己投 哇 畫出一道美妙的弧線 哇 在第一階他標進了兩季三分球 兩季三分球的難度都很高 不好意思 到底要不要查他的正經 十六歲就有孩子 一起跑 RUN AS ONE 一起跑真的很難熟 但是一個跑 不急不許 找好機會 左腳的三分球 飄法哥 西班牙加分 飄法哥 對對對 哇 標進了三氣三分球的 終極歸斗 我們看到他的數據 29跟33分 所以他磨練一些 新的選手 大家注意到 菲律賓這邊 我剛才拿分的是 五號的困難寶 這位兩百公分的中鋒 調成迷 速度非常快 菲律賓又帶過來 又要投了 FORTY 當家射手 就有一個往右邊的指定跳 可以想說 大概是口外內的 這樣子的一個 困難寶又來了 這次手比較緊 出不了手 傳出來給FORTY 哇 好轉 真的很準 8秒鐘要出手 華麗轉身 找底角隊友 調生迷 殺出來 亂軍之中 白金兩分 剛剛抓到籃板球的時候 只有剩15秒 過了 Steve Nash被過了 這球叫得漂亮 這球 也太陡 精力十足的這位小後衛 FORTY 底角的三分球 哇 安保 FORTY 喝到號的三分球 哇 對 三分球 從馬尼拉 經過碰撞之後 交出來阿伯迪亞諾 自己投 齁 所以他跟 抽筆這兩位三分球命中率阿 真的是 喔 Steve Nash 齁 這場比賽 我投進的 是 這球 這球沒守住 三顆三分球 超得漂亮 調整迷 自己一條邊的投籃 這一場就連續兩次的近距離 跟中距離都沒有辦法拿分 喔 剩下7秒鐘 找FORTY 又來了 這是他喜歡的位置 喔 也是他喜歡的出手方式 一定要先跳個舞 個人功得了17分 這邊也用三分球 歡迎顏色 內山翔太 感覺來了喔 喔漂亮 喔 熊熊又以為國安寶還要灌籃 然後他 相當的重要 對這兩隊來講都相當的 排名賽相當的重要 是 哇 時間到了 愛進了 喔 忽住一起拋出去 國安寶 都掉了之後 隊友掉了之後 24秒 只剩幾秒 所以他目的只是想要碰到籃框 因為碰到籃框時間 進攻的慾望 內山 再換左手 這次有了 花式上籃 沒有投進 交出來再投三分球吧 內山翔太 齁 三 三 三 再給40 這次空檔夠大了吧 喔 真的投進去了 超內斯 只剩50秒鐘 一個背後運球 剩下5秒的出手時間 要硬吃中奇 喔 漂亮 而且三次都要進 絕對要辦 啊 想要 超捷徑 開後門走籃下 陰森被對手給操走 所以這場球應該會菲律賓拿下的勝利 對啊 因為現在日本隊只可以用犯規 不然時間會一直跑掉 對對對 不動檔 沒有拿進 奧雷斯拉下籃板之後 比賽也宣布終了 最終菲律賓 拿薩樂大決便是以86比77 9分之差 打敗